好这个今天早上呢 国民党的韩江沛去拜会了 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 双方是有40分钟的闭门会谈 外界又质疑了闭门会谈会有利益交换 哎呀人家韩国瑜不就已经讲了吗 国民党是在野党什么都没有 钱也没有这个也没有 你知道利益交换什么东西啦 所以呢这个台北市议员钟沛军就说 韩国瑜只是客随主辩 因为民众党就觉得要闭门嘛 那就尊重民众党而已 韩国瑜跟江启臣对于这一件事 这个形式并没有太多的意见 那反而可能国民党党内 其他的委员以朋友为辞 但是去谈的主角没有意见 那这代表什么 这就诚意嘛 他在强调说客随主辩 没错你要这样OK我就这样 那我今天遇到江启臣 我还开玩笑说你在里面访谈 有没有看到谁的胸前小红点 亮亮亮在闪灯 他说没有啦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真心没准备去谈就是去谈 那我说你不怕要中埋伏吗 讲白一点对不对 军越一次马办一次 两次状况都不好嘛 那他他讲到说 今天既然去 大家要谈的是国会合作 再也如果要把自己视为同一艘船 那你在做太多的沙盘推演 好像反而有点失真 也没有那么多诚意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 他跟韩国瑜没什么准备就进去 那还好看起来也没发生 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了 那这是国民党的诚意跟态度 那反过来民进党这边还没谈 就在私设行堂 但是也不是骂人家私设行堂就不去 我看他没想到微妙 到底公不公开 我刚到事前看新闻 他们还在说 本来是说要公开 但是已经参考国民党早上是没公开 所以他们在想说 那是不是也不要公开 好啦 已经给你后发的位置了 你还要你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那谈之前就有这么多美美嘎嘎 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心态就已经有一点落差 好 这个民众党果然是这个泱泱大党 虽然只有巴西立委 但是因为是关键少数 所以呢 上午是国民党的这个韩江沛去拜会 下午呢 民进党的尤昌沛也去了 而在去之前呢 这个现任的立法院长尤锡坤 他想要争取连任嘛 他也说了希望大家坦诚交换意见 他感受到民众党是对于台湾未来的关系 国会改革的坚持 所以应该要思考的是 如何团结让国家更好 他想要跟民众党团结了 而且呢还在脸书上发了一个 致民众党先进公开信 这个也是跟这个韩国瑜一样 这个都很会做人啦 民众党这个都是菜鸟 几乎这八个这个 这个都是菜鸟立委进来的 但是他说他们是先进 相当的尊敬 第一个建立国会听证查证OK 强化人士同意权的审查OK 强化利益回避规范OK 常设单一照为的制度 其实这个是 这个科总照非常不爽不满的一条 但是呢 游锡坤说 我是以个人的身份表示赞同的 如果我顺利连任的话 将会合议 要合议共同来促成国会改革达成的目标 要合议 合议又不是只有你们两个党 那还有国民党啊 那你觉得合议的诚吗 但总之呢 对于游锡坤这样的一封 这个身段如此柔软的性呢 资深媒体人不送了 前一阵子才跟他在节目上这个对呛的 周一寇就说了 你这是投名状吗 没出息丢脸 好对不对 这个你难道代表民进党 你竟然可以这样子什么 表示赞同 国会改革跟修宪是傻傻搞不清楚吗 那来看看黄山说什么呢 黄山说啊 他对蓝绿是一视同仁的 可是如果大家今天有去看画面的话 你会发现他的脸部表情 其实不太一样 那绝对没有外界形容的密室协商 私设行堂 他也乐见各党派提出国会改革的倡议 在新国会共同努力 所以呢 这个泱泱大党民众党党团 今天有两组客人来 早上是韩国瑜跟江启臣 下午的时候呢 是游锡坤跟蔡奇昌也去拜会了 那游锡坤呢 在拜会结束之后也发表了谈话 但是你知道吗 他的最后遗句竟然是说 以上我的发言是不代表民进党 真的是让人当场傻眼 我想这样我刚才讲 在里面讲得很清楚 那个是我个人 我个人表示支持 那不是代表民进党 就这样 我从来 我当前省议员到现在 今年已经超过42年了 42年来 我对台湾民主 或者说 这个 冲破党禁 或者国会改革 事实上我有一定的想法 包括最近 大家有看到 民进党在2017年 通过二阶段宪改 那里面有总统制是这样 内阔是这样 那这些看法事实上 在我的脑机里面都有 只是我当院长 就要有当院长的样子 要依立法案主持法来行事 如果说 如果说我去过去 比如说我当省议员的时候 我不是院长 当然我就可以放手欲言 所以完全不得用 就是说我扮演什么角色 一定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单一招尾的部分 这个还是不是我个人 因为我个人没有提案权 所以我只能讲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好 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单一招尾 不过就台湾来讲 你采取单一招尾 可能会小党的利益 因为双招尾的话 会照顾到小党 他最最重要就是要在委员会 会平衡 他有缺点也有优点 就是说 朝委的政党会都受照顾到 然后会比较平衡 如果单一招尾的话 那执政党或者多数党 他会全部全拿 全拿以后 很可能小党的意见 小党的政策 会被会受到忽略 就是说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那基本上国会改革 我都支持 那不过这 民进党会有压力吗 我不代表民进党发言 你会不会吓到 他讲了这么多 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 他要照顾小党 但是我不代表民进党发言 不是他不是民进党推出来 要选立法院长的人吗 这种回答方式 我相信现场 假如我在现场 麦克风可能会掉到地上 所以这个议院龙头之争 好像真的要让人看得 觉得也是蛮傻眼的 那当然啦就是今天 包括了国民党 这个民进党要选立法 立法院政府院长的两个组合 都去民众党团败会了 但是都是闭门会议 所以很多人也都质疑 是不是有密室协商 那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当选人 牛许廷呢 他在刚刚上一个小时 跟我们连线的时候 他就说其实就是克随逐变嘛 你们民众党想要闭门 那就闭门吧 而且国民党有什么东西 可以跟民众党交换呢 最重要的就是选民想要的是什么 那在党做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监督执政党嘛 所以呢 如果还要在那边搞来搞去的话 其实大家都在看 我想要闭门会议 这个当然是客水主变嘛 我认为 这个韩江沛的动作是讲的是没有错的嘛 就当然是客水 我们去拜访人家 人家希望公开 我们就公开 人家希望在这个闭门的状况 谈一谈 在统一发布口径一致 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但这个不存在说 我们自己要求说要闭门 我觉得这不太合理啦 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刚刚讲 这个为真不破 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诚意就是做好做满 然后也很真诚 然后也很坦率 我觉得这就这就对了嘛 那当民进党也是闭门 那他们最后讨论什么结果 如同我刚刚所讲的 那个让民众党决定啊 这个没有关系 那个是他们 人家就拿到关键少数了 我们也要尊重这样子的一个现实啊 但是选民要的是什么 我要再三强调的是 选民要的是什么 即便这次总统大选 我们没有政党轮体 但是大部分的选民 其实对民进党 过去八年一党独大 所有事情为所欲为的状况 是不满意的嘛 一部分的选民把希望投射在民众党的身上 一更多的选民把希望投身在国民党的身上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民意基础 所以说我自己的判断是民众党 如果要在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倒向民进党 道理上是说不太通 道理上说不太通 所以我们就能做的就是能 这个很有诚意嘛 那把把这些东西做好做满 我认为是没有关系啊 那至于是不是闭门 是不是交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交换 我们国民党没有什么东西好跟你交换 我们能够跟民众党一起的 只有议题上的合作 该监督民进党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在野联盟 炮火一致 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出来的东西嘛 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我们才能够制衡赖清德政府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当然可以有机会继续来碾压嘛 但是现在求在民众党这边嘛 我们就看他怎么样来回应社会大众的期待 那当然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民进党有很多东西跟他换 那这当然也是个事实嘛 人家现在是执政党 对不对 有这么多的位置 这么多的缺 但民众党如果选择 基于这样子的可能性 选择变成跟民进党联合 有点像是联合执政的 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 第一个他能不能跟 大部分不满意民进党 他的年轻的支持者交代 第二个民进党真的会给你 你想要你期待的东西吗 你可以相信他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民众党党内 会非常非常谨慎考虑的地方嘛 所以我觉得两组候选人都去找你了 也把诚意做足 面子做足 那到最后理性判断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民众党 最后用什么样的选择 来面对社会大众吧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比如说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